中文字幕志愿者 近年来在台湾特别受到瞩目的特色料理 但这两项料理分量都非常大 必须要呼朋饮伴 一群人一起品尝 且大多为餐厅等级的专卖店 一餐吃下来 一个人少说得花个五六百元 现在有业者推出评价的 个人式砂锅粥及干锅 虽然评价 口味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透过镜头来享受潮粥与干锅的美味对决吧 近来在砂锅粥与干锅市场中 大放异彩的专卖店 以鲜明亮丽的店面风格 搭配上亲切的服务 平易近人的价位 以及CP值超高的美味餐点 成功辱获消费者的心 从营业时间开始 人潮始终不曾间断 我今天第二次来 那为什么想来第二次 因为好吃嘛 做东西蛮好吃的 就应该会常来吧 一个礼拜应该来个一次左右 砂锅粥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广东的潮汕地区 那其实跟一般的广东粥 比较不同 最大的一个差异呢 是在砂锅中使用的一个食材 它非常的丰富 我们的砂锅粥是属于个人式的 那就是采用这样一人一锅的方式 那其实结合了一些粥火锅的概念 让客人自行做一个组织 那客人可以选择 他自己喜欢的一些生鲜的食材 要成就出口感不凡的砂锅粥 可没那么简单 店家在食材及熬制技术上 可是下足了功夫 那么粥底当然是用我们特制的汤头 来做组织 那再加上呢 我们用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食材 就像干贝啦 栗子啦 香菇 腊肉等 炒制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独门料头 最后我们会再加入呢 我们特调所谓的一个坚果酱 所以我们粥底整个呈现出来的口感 还是非常丰富 而且非常有层次的 店内除了提供七种从浓到淡 不同口味的粥底 干锅也有三种不同的口味 辣与不辣都有 能满足客人不同需求的味蕾 干锅呢 它是一种干式的拌炒火锅 那这道料理它是来自于四川 所以干锅它的特色应该是说 它的汤勺酱香味非常的足够 那我们可以等锅底呢 冒出一些蒸汽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持续的一些拌炒的动作 像这个蔬菜呢 开始已经有软化的一个呈现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适时加入我们选择的一个主餐盘 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锅底呢 所留下来的精华的一个汤汁 到我们的锅 到我们的自助区 取我们的高汤 佐料加入一些 配合你可能加点的一些食材 或者是刀削面 你看到这个锅具呢 锅底的部分 有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引流设计 过多的一些油分啊 它基本上都会流到我们的引流上面 除了砂锅粥跟干锅 店内也供应许多美味的即时功夫菜 像这道蜜酱萝卜糕 使用了特制的酱料调理 口感外酥内软 酱香十足 是店里的人气冠军 另外 像是醋酸萝卜等凉菜 也是搭配干锅 具有解腻的必点菜色 凭借着用心制作的独门美味 迅速累积顾客群 及市场知名度 尤其在品质上 更可媲美高档餐厅等级 价格上却只要百元起 以清明价格 让消费者享用最高品质的餐点 是品牌始终兼职的理念 在市面上不管是砂锅粥 或者是干锅 一锅的呈现上面 大概的分量 大概就是到三到四人份的一个分量 那一餐吃下来呢 平均的一个人的消费 大概会落在500到600块左右 所以我们希望这两道的一个经典料理 它可以跟消费者距离是越来越小 以最平易近人的价位 提供最超值的美味 让台湾的在地食材 与异地的饮食文化交流出新风味 以用心创新的理念 让经典美味真正走入人们生活中 从此不再有距离 及 nadzie 四分钟 4 5 1 7 1 2 7 中